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月4號 歡迎大家繼續鎖定ELEVEN2台 來欣賞的是110元度全國大專院校棒球運動聯賽 在大專棒球聯賽呢 今天繼續是進行復賽的一個賽程 這個球沒辦法了 首隊第一戰打的劉凱倫 哇地瓜的曲球現在衝三壘 這個衝三壘成功了 非常積極的一次跑壘 對 讓捕手這邊 開南這邊捕手楊浩然很明顯 他第一時間並沒有注意到 是隊友提醒他他才傳 只有盲中出錯出現了一個失誤 滾地球出現打穿了 今天的美合真的很不一樣 李長洲打出的這支安打 現在開南這邊感覺大家是比較緊繃 喔又來安打了 那剛才那個爆頭就付出代價了 李長洲回來也不需要靠滑壘 補手這邊 李洪偉打出的帶有打點安打 這個副賽他打出的第六支安打 今天在攻擊跟推進的方式非常的順暢 淡定哥可以 淡定哥 有辦法嗎 一個好球沒有壞球 打成了中左半邊有機會落地 而且會不會拼二壘呢 現在要拼二壘喔 看一下回傳球 卡托這邊第一時間沒有接到 那就不用傳了賴俊 今天每一個半局的開南都有一支安打出現 天歌的那種笑容 保送 第一球並沒有打好 借外區會不會有機會守備 三壘手已經表示 他要來接這顆球的 守備方最希望的就來了 內野的高飛球 出局處可以度過這半局 美和科大 這一棒鎖定打成了左半邊 平飛球 結果是被左外手接殺 算是一個蠻成功的擊球策略 也打得很棒 但是今天陳昊恩兩次 外野的平飛球 都被外野球給沒收 結束前面五局 美和科大鎖住領先2比0 唯一敲出場打的賴俊 這顆球被游擊手沒有鋪到 賴俊今天的第二支安打 實際上這樣比賽四個打席上蕾三次 喔 關鍵的第三次三陣 哇 今天這顆 他的滑球今天也是沒有控好 今天還是很敢拚呢 是 他今天這顆滑球前面投出三陣是面對到右打者 楊皓然 那這一次則是面對到強力的左打者 今天他的3K 送給的是開南的第四跟第五棒 滑球過來了 最後是打不到 但最後他有一個煞車的效果 蠻大的一個折角 連續的前面幾顆 他都是在高角度 那這顆滑球其實 這種果真獎的共鬼效應 一開始出 腳球 哎唷 沒空啊 滑球過來 打者出棒 打在了棒頭附近 一雷手 哈哈 穩穩的接殺 厲害的尖銷柏 一百二十一球 雖然每一個半局都讓開南 攻占得點圈 但是七局 力保不失分 牽制啊 然後調整自己的身體狀況 最後再來拚 然後滿高的 但現在是捕手 所以還是要用觸擊的方式 哎唷 這個球點高了 不過是有機會喔 看誰要來處理 看誰要來處理 啊 纏了一個彈跳 現在變all safe 喔唷 點了 一百五十一公里 點得太強勁 3 這個球傳得有點偏 哇 這個點太強了 所以讓他還有一點時間可以處理 還好沒有變爆傳 中 來了一個變化球 完美的一個速差 黃北洋 就像每個其他打者 在球數落後的情況下 棒子有握得比較短 因為想說看可不可以趕得上打他的速球 是 那就當球一過來 揮出去之後發現是變化球 來不及收了 連一百二十公里都不到 又是兩顆好球沒有壞球 還是快慢 兩顆壞球 速球走在前面 最後用一個變化球 連續兩位打者複製相同模式 最後都沒有辦法成功的把球打到場內 遭到三陣 結束了這個半局 美和歌大 拉成了二壘方向 又是在姚品宏面前 這個人的情況下可能在草地上 接球方式又跟在紅塗上的不一樣 喔 桐宇晨這個球打成了左半邊歐巴了 這個歐巴的長打現在上到二壘 喔 有點跑過頭 喔 趕快撲回去 因為這種球 撲三壘因為現在差兩分 對 很冒險 所以趕快回去 畢竟是打到了左半邊 大家好像都很習慣 坎城的三壘方向 三壘手迎向前來接 兩出局了 美和歌大距離 拿到他們在複賽第一勝 只差一個出局數 擠壓到 一壘手 後退 這個球最後是接殺出局 林振誠守住了九局下半的 這個三壘有人的一個危機 也讓美和歌大是2比0 在今天拿到了這個全年度複賽的第一勝 玩瘋了我的學弟 開南大學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賽後講評